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找一两个人在一起 总之就是避免自己落单就好 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里 未必喜欢跟认同那个团体 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当时只是不想被别人当着独行侠 或者就是没有朋友的怪人吧 长大之后 我们会慢慢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不想在人际关系当中勉强 不想加入小团体或不适合的朋友圈 这个时候反而会让内心获得轻松跟解放 大部分会害怕落单的人 其实真正害怕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恐惧一个人很悲哀这样的想法 于是会抗拒孤独 害怕落单 其实我们要放下这样的成见 试着转换成 一个人也没关系啊 这样的想法 一个人比较自由啊 一个人比较轻松啊 可能就能摆脱一些人际关系的束缚 读来读往 并不一定是怪 可能只是一种生活状态 勉强自己融入不喜欢 不适合的人际关系 才让你的日子过得不自在 那才是真正的怪 当你学会不勉强自己挤进某一些朋友圈 不再为了让自己留在圈子里而伤神的话 你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独处跟思考 藉由独处跟自己对话 自然而然会开始思考 怎么样才是你自己想要的人生状态 你的工作 你的未来 当然 你不用像很多人一样 喜欢所谓的一个人独处 但是 很重要的是 不要害怕落单 总是有些领域 是某些人才能进入的 总是有些事情 是一个人才能领悟的 孤独跟寂寞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 我想每个人的定义都会不一样 大部分人可能分不太清楚 孤独跟寂寞有什么差别 孤独是持续性的心理状态 而寂寞很多时候是突发性的心情感受 孤独是无法融入群体的一种自觉性 而寂寞是希望有人陪伴的心情 大致上是这样的差别 但是 不管孤独跟寂寞的差异是什么 本质上 这两样东西都是 独自一人的意思 很多时候是精神上的感受 孤独并不可怕 但寂寞会使人发慌 因为寂寞常常是突然发生的 无法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慢慢长大 就会懂得如何处理这种感受 因为长大本来就会伴随着很多副作用 比如说生活不在那么简单 思想不在那么单纯 快乐就变得比较复杂 比较难懂 但快乐并不是不存在 只是变得比较细 比较碎 比较薄 可能它是散布在某个地方 你要去找 也可能夹杂在每个无奈 成长 或者是某个瞬间 我们必须时时刻刻 非常仔细的才可以把它捡回来 这一段过程当中 一定会经历几次伤痛 可能我们会在创伤跟瘀青当中 慢慢学会怎么样跟孤独共处 学会怎么忍受寂寞 学会抓住某一样东西 把它当成拐杖 站起来 如果你想要放弃什么 想想是什么支持你到现在的 日子不再那么简单 没有关系 感到孤独也不要紧 你不必羡慕别人 因为我们永远不清楚 他究竟是花了多少力气 才让自己看起来很好 我们习惯羡慕别人的生活 可能也有其他人正在羡慕你 我们总认为 没有拿在自己手里的比较好 不管孤独或寂寞 其实只要你愿意 花心思 都可以一个人 从角落当中 找到微小的快乐 一天一物 一天一物